小胖子上公交车 车突然启动了 小胖子没站住 往后就是一脚 哎 软软的 猜啥呢 哦 原来是一位女士的脚 小胖子刚要道歉 那女的恶狠狠地说 瞧你那德性 小胖子笑咪咪地说 不是德性 是惯性 这位女士被小胖子的悬化气场 一下就枕晕了 不过 什么是惯性啊 其实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比如跳眼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跳 也可以这么跳 肯定这么跳得远啊 为什么这个远呢 我们看一下过程 小胖子跑到这里 只需要向下用力就可以了 跳起来小胖子 自然会向前飞 整个过程 有点像一道的空中在跑步 用上了跑步的速度 当然跳得更远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来回忆一下牛顿的第一定律 物体如果不受力 会怎么样 会保持定制 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跳起来的小胖子 忽略空气阻力 只受到了重力 所以水平方向上没有什么力能改变它的运动状态 它会保持原来跑步的速度 飞着一段直到落地 而这个就叫做惯性 它是物体保持原有静置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 所有的物体 无论是固体 液体或者气体 只要有质量就有惯性哦 不过要注意 惯性可不是力 不能说惯性力 也不能把惯性和力做大小的比较呢 生活中很多地方我们都用到惯性 像这个套斧子饼 什么意思啊 过去的斧头呢 分为斧头头和斧头饼 用久了 斧头头就松了 所以要这样套斧头饼 怎么用的惯性 头和饼一起往下走 到这里 饼因为撞到木桩子 不再走了 而头呢 它具有惯性 当然还想往下走 自然就更坚实地套在饼上面了 再来个例子 小胖子跌倒了 摔得满裤子都是灰 小胖子会怎么做 当然是拍拍裤子 灰就打掉了 咱们做到的呢 也是惯性 最初裤子和尘土都静致 用手拍打裤子 裤子受力 运动状态发生的改变 就动起来了 而尘土具有惯性 还保持原来静止的状态 自然就和裤子分开掉落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如果你忘了考虑惯性 那可容易悲剧啊 想一想 小胖子在车上跳了一下 会怎么样呢 考虑惯性 再来也找到会计他 使用避免 和尘土都静态